公司化爭議引爆了台鐵企業工會 發起了無一不加班行動 當時交通部寄出了累火車來因應 協調了客運還有遊覽車支援 6月又傳出因為招標程序 基欠業者款項一個月才付清 而現在又爆出了 公路客運增搬的費用200萬元 付了超過3個月 到現在都還沒有發放 有客運業者表示說 要是中秋廉價需要支援的話 可能要再考慮一下 而對此台鐵回應說 在8月19號就可以全數撥款 無一廉價台鐵企業工會 發起不加班行動 爭取權益 當時交通部規劃累火車 以及客運增搬接駁 協助輸運 但是現在卻傳出 有業者到現在都還沒拿到錢 萬一中秋廉價又要支援 業者說可能要考慮一下 現在國旅 遊覽車業者或者是客運業者 有其他的生意 錢又比較拿到 大家當然就會有不同的考慮 很多遊覽車都提早被預約一空 可能台鐵要叫車都不一定叫得到車 無一廉價當時支援累火車的客運 被拖一個月 六月才收到台鐵付款 另外原有的客運路線也幫忙增搬支援 但至今已經超過三個月 還有24家業者總共200多萬元都還沒拿到 外界就擔心萬一中秋節不加班成定局 客運業者也不願意支援 對旅客影響非常大 拖三個月聽起來確實有點滿久的 不確定他們那個東西卡在哪裡 如果真的沒有可以回去的方式 當然是會影響到 應該多少還是會不方便吧 那你就只能考驗國道的承載能力嘛對不對 對此台鐵回應 市區增搬的車租費用必須符合 採購法規定辦理的採購程序 正在加速辦理付款作業 預計下週五八月十九號 就可以完成全數撥款 不過下個月的中秋假期 能否順利輸運 考驗交通鋪應變能力 記者之前林一星談報道